我是一位腦外科醫生 我是一個農夫 我是一個攝影師 我很喜歡玩音樂 開飯堂 做酒店前台 會計師 英國言語治療師 今年讀中四 我是一個中學的副校長 今年五歲半讀一年級 84歲了 說是最優 我是一個喜歡馬鈴童運動的跑爪 我玩三個天人 攝影師 攝影師 泳川的日志中拳 直線是會比曲線短和快的 所以我們泳川拳很少打勾拳 有些人可能搓手不是很好 這樣去跑 喊手這樣擺 已經沒有動力去 火箭短信 上去科學 戴個3D眼鏡又怎樣怎樣 我有一個同仁相生的孖生哥哥 我們不是很像樣子 他高就高過我很多 心靈相通這件事是沒有的 我也想知道為什麼 兩小時倒來倒去倒來倒去 然後打 哇 不只是一個蘋果 掉到你的頭上 是多於那 我們通常一年輕人 是用手機去交流 有了手機就方便了很多 我喜歡用電話打機 現在有些apps 可以聯機畫畫 一個程式聚在一起畫畫 科學沒有那麼進步 其實很多的運動 我都可能畫不到 我們要有一個好的土地平衡 怎樣令到輪宇出得快些 相機拍照 貴的東西平民化了 任何人拿著一部手機 已經可以拍到任何東西 當我們按結他的時候 其實是改變了完善的長度 完善的張力不同了 就會發出不同的音階 從而產生很多美妙的音樂 這次婚禮 因為疫情限聚令的關係 限制了20人 但是通過這個網上直播 這個媒體 將我們比此距離拉近 我們做一些老的腫瘤手術 結合導航系統和機械人手臂 優勝之處就是因為他們少了人的誤差 軍事的武器都是科學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整個世界可能會和平很多 現在的口罩進步到 好像我們普通的醫護口罩 以前我們不是一個大支嘴在嘴裡 聽障的朋友 他們很需要科技 例如這個助聽器 化學的化肥 我們吃了就會有殘餘的重金屬 我們一段時間拿到他的信任 然後他肯信我 才肯接受我們的輔導 或者是幫助 而科技真的在這個位置暫時幫不上 各客的電腦是阿拉伯文 當時其實網上翻譯軟件 或者這些都未是補給化的時候 我是浪費了很多時間去幫客人翻譯 想起保險通常都是一對一 很快就催生了用電話去做銷售 或者是用網上的形式去投保 種種不同的科技去很快進行 以前我們那些有些人情味一點 收錢你都會說多謝 三支 四支 五支 我們親情好像很疏離 隨著大數據興起 分析到每個人的生活習慣 幫助我們校戶找到一些不同的標準 其實我們拍片機器是死的 最主要是你的腦袋去想些什麼 譬如核這樣可以是一個好的東西 做一個核能發電 亦都可以造成很大的課懷 我想最關鍵就是人家怎樣用 對著手機說 它就會把你的音轉為文字 方便了 電腦程式很多的apps 學中文是多了的 你會知道字怎樣讀 有學其他的原 譬如西班牙文 就算是很遠 你也可以face to face 有一個對話的機會 為什麼我喜歡教人做科學小手工呢 是因為做小手工當中 其實會訓練到小朋友 或者做那個人 一些動手做的概念 恐龍就是要吃很大量的食物 媽媽告訴我 這就是剛剛一邊搭車一邊說的 話題內容 談心這樣 但我們要科學做一個主題 透明球檢查